山公宴上众臣祝贺天下太平,地方洛阳受重灾 都督为德安本于报忧,不料唐太宗将天鹅云集 误听为天鹅云集,一场阴错阳差的黑色荒谬剧就此展开 唐美云歌仔戏团睽違三十年 再度与小米老师及王金英老师同台 演出经典大戏天鹅宴 我跟小米老师王金英老师呢 我们其实都在前十年十几年 我们几乎都是在和洛阳歌仔戏团 我们共同共事 那至于成立剧团进入第二十五年了 那很多观众朋友其实有在提问到 就是天鹅宴这出当年的经典好戏 所以我就想呢,在进入二十五周年之前呢 我们来给支持剧场的观众朋友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就是把原班人马再找回台上来 因为其实要共剧一堂共同演出这出戏 其实不太容易 美云自己有团 没到久他是最拿手的 也是在他的身边 不可能回来 所以绝对不可能演的 所以我先听到美云老师说 要做这次天鹅宴我马上没法就敢了 我说我根本我这四人没可能会再做到这出嘛 哪有可能有机会再做 想到美云老师真的有练就了 可以再拿这个鼓势去做 让观众回念 剧中除了最强小生唐美云 与最美娘子许秀年绝配组合 以及小米老师及王金英老师两对黄金夫妻党 组成最强卡斯 加上戴军方导演的全新叙事手法 以及重金打造的服装布景 终时还原大唐风华 让观众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以歌仔戏的一句名言 穿破不穿错 就是我们就是符合真的 以唐朝的这个女士民 就是所有的大臣们 所有的服装完全是很讲究 不会用旧的就来将旧 就这样子让观众朋友看到一出的旧的戏 我们不会这样 真的就是唐美云歌仔戏团 2021年的一档全新制作的大戏 唐美云歌仔戏天鹅宴 将于12月24到26 一连三天在台湾戏曲中心 大表演听登场 唐美云老师也许下承诺 希望十年后 能够再度与小米老师 及网金云老师同台演出天鹅宴 让经典好戏再续情缘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